女孩满脸恐惧 男人却满意地提起裤子 她蹲下身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并随手挂断 女孩害怕地喘着粗气 年近19岁的她 如何承受得了侮辱 人渣却缓缓靠近 威胁她不要报警 她摘掉眼镜 仔细打量着智能的身体 就在此时 远初传来了母亲的呼喊 母亲天生聋哑 正焦急地寻找女儿 而这个人渣 却萌生了更加变态的想法 在恐惧和崩溃的驱使下 她将人渣的脑袋敲碎 直到血肉模糊 直到她再也没了反应 面对警官的询问 允应如实交代 可由于现场没有监控 男人也已经身亡 仅凭她一人之词 无法证明她是被迫遭受性暴力 而且从事件结果来看 男人的头颅被残忍砸碎 更像是报复性行为 律师建议她公开事件 寻求妇女协会和社会的帮助 允应沉默了 母亲天生聋哑 自己连亲生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总是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母子 要是让人知道这件事 母亲还怎么活下去 所以她宁愿自己受罪 也不希望将丑事公开 母亲闻讯赶来 听说女儿杀了人 已经哭成了泪人 可是到如今 她也只能听天由命 经过法官审判 被害人被报复至死 属于非防御性攻击行为 判决允应五年有期徒刑 当看到判决结果 母亲瞬间崩溃 她封了一班冲进法庭 恳求法官不要带走女儿 可结果已经注定 他们别无选择 允应被带到监狱 宿舍里总共住了五个犯人 面对陌生的地方 她感到恐惧不安 稍微一不小心碰到别人 就当场挨了一顿揍 可渐渐相处发现 其实他们都很善良 这里也并没有那么可怕 19岁女孩浑身发抖 人渣却盯上了她的妈妈 在恐惧的驱使下 她癫狂地拿起石头 狠狠砸了上去 可当法庭审判时 却因为防御过当 被判定为报复性行为 最终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年幼的她对监狱充满恐惧 她总是蜷缩在角落 默默地抽气 但与友们十分亲切 顾及她年龄小 便十分热情地照顾 大姐送她信封 教她给外面的母亲写信 二姐总是嬉皮笑脸 把她当作还没长大的孩子 其他姐妹也十分善良 时不时地开导她 云英渐渐适应 并挑选了最累的劳作 结果第一天 她就贸然举起手 玉尤忍耐着笑意 警官也无奈地笑了 她走到女孩身边 严肃地警告她 母亲来监狱探望 带了女儿最喜欢的披萨 她天生聋哑 只能用变脚的几个字 恳求预警把帮忙 可规定就是规定 外来食物禁止如内 母亲对着镜子微笑 练习几句新学的话语 只有自己在外面过得好 女儿才能放心 可当见到心心念念的云英 她瞬间变得哽咽 虽然母亲说得不顺畅 但云英还是感到隐隐心安 母亲依依不舍 希望女儿在里面过得好 可早上点名的时候 云英突然腹痛 额头上满是汗珠 当检查结果得出 连预长都被惊动 对于遭受侵犯的云英来说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她挣脱束缚 恐惧地跑向监狱大门 癫狂地拍打 呼喊外面的妈妈 她自己还是个孩子 却怀了人渣的种子 这要她如何接受事实 云英被绑住双手 关进了小黑屋冷静 姐妹们商量解决办法 却生出了两种不同观点 有人心疼云英 更何况那是人渣的孩子 怎么可以留在世上 大姐警告二人 大姐做代表 申请去看望云英 婚安的禁闭室里 她的小腹不满抓痕 大姐心疼地帮她盖好 毕竟她才19岁 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 撑下去实在太难 劉爸看中了女孩 带着手下缓缓靠近 姐妹虽然不情愿 却被对方强行拽走 欲爸坐在女孩旁边 贪婪的目光上下打凉 一个身影缓缓靠近 大姐直接冲了上来 大姐救下云英 并开导她寻求社会的帮助 毕竟腹中的孩子就能证明 她曾经遭受了性暴力 倘若妈妈知道她怀孕 本来就身体不好 以后的日子可怎么 在姐妹们的鼓励下 云英虽然没有选择公开 但还是决定上诉 她经常给妈妈写信 自己过得很好 让她尽管放心 欲瑾得知她怀孕之后 也处处加以照顾 将她调到最轻松的单位 每天只需要整理简单的文件 可身下突然传来脚痛 云英疼得站不起身 而检查结果显示 平坦的小妇内 孩子竟然已经六个月 但体重却只有600克 虽然各项指标正常 但孩子六个月大 意味着她不可以做手术打掉 因为那属于违法 在姐妹们的开导下 云英终于接受了事实 申诉也顺理通过 经过二次审判 法官和陪审团一致认为 云英确实遭受了性暴力 但防卫过当导致对方死亡 最终改判刑期一年 听到这个结果 寓长都替她高兴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还有短短几个月 云英就可以出狱 继续和妈妈回归正常的生活 肚子里的孩子也渐渐长大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她不想浪费当下 便向姐姐借来书籍 为了迎接小生命 姐妹们半夜起床 趁着云英睡着时 偷偷剪财婴儿新衣 没有线 他们就从毛巾里抽 没有针 那就用铁丝勉强代替 一双小袜子做好 二姐高兴得不得了 可刚转过身 就被玉井当场抓包 玉井微微一笑 扔下一个针线盒 便故作严肃地离开 看着做好的蓝色小衣服 三姐却满脸嫌弃 难道小家伙一出生 就要穿上球服 结果第二天 她的模范裤子就短了一截 看着大家对自己好 允英十分欣慰 可她的心理 已经做好了决定 公缩的痛楚传来 允英连忙回到宿舍 拿出平时累积的止痛药 哭着一把塞进嘴里 她挣扎地站起身 强称着最后的力气 将一打信封 挂在门边 当姐妹们回来时 允英已经奄奄一息 众人瞬间慌了 但好在还有呼吸 可抢救的时候 任凭医生如何鼓励 允英也不肯用力 她眼含泪水 似乎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 情况危急 护士只能用手按压肚子 允英给每一个人写了信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照顾 是他们的鼓励 自己才有活下去的念头 监狱这个地方 虽然听起来冰冷可怕 但大家在一起 就组成了温暖的家 转眼五年过去 波斯局盛开满地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轻抚那美丽的花朵 而收养她的是出狱后的五姐 母亲为女儿运烫衣服 而旁边放着的 是国家公务员面试证件 我们吧